现在我们会讲的是2009年卷二的第28题 这一题提到有一个跳水运动员在一个跳台这个位置 直直跳起,然后跌入水里面,然后插了水,然后慢慢停下来 题目提供了跳水员的VT,即是速度时间关系线图 由它跳起P点直至插了水,去到Q点停下为止 同学,你可以想像这里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向上减速的阶段 第二个是向下加速,第三个是向下减速 现在我们将那些名字容易处理 所以我们尝试给它一些名字,去到最高点是X 刚刚插到水,我们称为Y 所以其实PX是向上减速段 一直减到X点的速度是瞬间静止,Moment-S 这一段加速度其实是-9.81ms-2 即是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而XY就是一个自由下落 其实我们就说是向下 向下就是-加速 所以A一样是-9.81的 A一样是-9.81的 唯有最后的YQ是一个向下减速段 YQ是一个向下减速段 我们去看的时候,如果在图里面去看位置 分别这一点一开始就是P 去到瞬间静止这一点就是X 然后刚刚碰到水 而向下有一个最向下的最高速度的位置就是Y 过了Y之后它虽然都会向下,所以都是负速度 但是你看到那个速度的数值是越来越慢的 即是说一个向下减速 在物理学上高,又向下又减速 负负得正,所以是一个加速来的 我们去看看这个所以在VT线图里 是出现正邪率的 即是向下减速,即是等于加速 即是去到这一点就是Q 所以同学都知道 其实VT线图的面积本身是代表着一个位移 所以我们可以把图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红色阶段 就将会是红色这个面积 然后由X到Y,即是插水之前 这一段的面积其实是XY的长度 最后那段我们用蓝色去代表 就是插了水那段 我们可以用蓝色这个图形去代表 所以如果现在他想问P去到Q的距离的话 如果是P去到Q的总距离 即是说红色、绿色和蓝色都要加上去 即是说要将这三个面积全部计算 这样就是PQ的距离 即是等于面积1 面积1加面积2加面积3 即是我在图里说红色加绿色加蓝色 所以就是3乘以0.3除2 去加这个 这个打横这个我们直接将它一次加上去 这个三个形的底就是2减0.3 所以是1.7 所以就加这个1.7 乘以这个高度就是13 乘以这个高度13 然后再除2 是不需要理正负的 是将红、蓝、绿、三个三个形 全部加上去 答案其实就是11.5米 这个就处理了PQ的距离了 接着的距离就要处理跳水台的高度 跳水台的高度其实就是这一段 这段如果是深水清 就知道是绿色那段 减红色那段 即是说将绿色的三角形 减红色的三角形 就好比是这两个距离去双减 所以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第二个部分 就是去计算跳水台的高度 跳水台的高度 这个做法就是绿色的面积 我们叫它为Area2 这个叫Area2 就减Area1 就减面积1 面积1 所以做法就是 1.6减0.3 乘以13 去除以2 再减3乘以0.3 去除以2 所以这个计算是8米 你按摩 所以我们总结两个部分 我们就说 P去到Q的距离 应该是11.5米 而跳水台的高度 就是绿色那段 减红色那段 所以就是 面积2 减面积1 计算出来之后 就是8米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最理想的选项就是C